空调不通电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电视小伯 收到了粉丝的一个空调路级主板 说是上电没有反应了 像这类故障呢 我们主要是检查电源部分 上电测试前 我们首先来大略测一下前后级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万人表值一封闭档 车辆保险 没问题 再看这边的也没问题 嘴下切换字二级管档 车辆第二部分的二级管 这些没问题 再测后级的整流管 这个银击穿 翻过来看一下二级管是没被换过的 那这个会不会解构漏泪 我们接下来把二级管换掉试试 取掉怀疑损坏的二级管 测量底板上的阻值 没问题 实测二级管 果然银击穿 看一下型号 sr315 这是一个3150伏耐压的消贴机二级管 接下来换上对应一支全新的 好了二级管已经换上 我们接入220伏电源 上电看到还烧不烧 上 可以听到有音乐声 正面板子已经通电了 这下我们实测一下 这组输出应该是12伏 非常稳定 正常 这边是5伏输出 没问题 这下我们开机 主机的气氧熄火 我们测量一下输出到外级主板的220伏 正常 好了 这次这个故障就完美修复了 现在天气月月也热 空调使用的频率高 故障率也就跟着提高了 有需要学习空调微学老体 可以看一下 左下的小黄车有详细的课程讲解 感谢大家收看